看到世界上的这种飞速发展,使我们有很大的紧张感 几乎已经是冷冰期向热冰期的一个转变了 冷冰期向热冰期的转变 对这东西如果没有认识,没有意识的话 其实我们还会更加被拖到后边 但是怎么从冷冰期转变到热冰期 我们回去还得再思考思考,还得总结总结 包括亚运会的比赛,包括世界杯比赛 我们还要去复盘,去用数据化的眼光和思维 去把它解析开 任何一个团队里边都会有领袖的 都会有你所说的领袖的 但是只不过能带我们走多远而已 能我们走多远而已 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有新的领袖会出现的 by the way,加一句 这次实际上在亚运会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队长赵基伟做得非常出色 包括赵锐,包括大球 也许我们水平没那么高 但是不代表着我们缺失了什么 只不过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水平也赶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